在車王的國道上 可以看到一輛白色汽車 四腳朝天翻覆在路中間 走近看車頭整個被撞爛 保險桿也脫落 裡面的零件都裸露出來 因為路上滿地都是零件碎片 旁邊車輛的放慢速度 小心通過 遠景互報後也到場協助處理 從波時下來 然後應該是有插中板互來 然後有去拉方向板 然後應該就是翻車 所以你人都沒事吧 我看你都沒事 事發是在28號升星12點多 駕駛因為工作地點在高雄 於是就從北部開車南下 前進國道10號一次不熟悉路況 擦裝中間護欄後整輛車翻覆 幸運的是駕駛並沒有受傷 事後經過警方酒測 也沒有喝酒開車 不過這一狀況讓後方 多輛大型車無法通行 交通一度受阻 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有帶警方釐情